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有关生静的研究现在越来越受到重视 那么什么是生静呢 通俗一点说就是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 所有物种群体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 今天我们要说的生静有一点特殊 首先一点是它涵盖的范围之广 有多广了 从我国云南到新疆跨度超过五千千米 其次它是人 蜜蜂 自然 三者相互合作缺一不可的立体生态系统 在探寻其中的奥秘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个发生在 牧蜂人梁亭高身上的真实故事 每年春夏季 在我国西部的交通干线上 人们常能见到这些满载着蜂箱的卡车急速行驶 蜂箱的主人们 百姓称之蜂农 他们则称自己为牧蜂人 梁亭高做牧蜂人足足有三十多年 说起自己的养蜂经历 有一件事令他记忆犹新 几年前的一个无间 他驾驶满载蜂箱的卡车在途中加油 突然 无计其数的蜜蜂从蜂箱中涌出 漫天飞舞 最终 当地消防队前来池源 驱散了蜂群 化解了危机 虽然突发意外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但是蜜蜂损失了一大半 为什么正常的蜜蜂转场出现突发情况呢 梁亭高事后回忆 问题就出在了一个小失误上 蜜蜂是非常怕热的昆虫 一个蜂箱中 上万的蜜蜂窝居在一起 遇到空气不流通 箱内温度会迅速升高 这对蜂群是致命的 一般来说 驾驶员出车前都会将油箱加满 路上不加油 路上开起来有风 风箱里不会太热 但那天早上出发 驾驶员忘了加油 中午发现时路上有塞车 到加油站的时候气温升高 风箱里面很热 所以大部分蜜蜂都飞了出来 这场意外让梁亭高更加关注蜜蜂生物特性 和环境之间的关系 我们这个南北气候它不一样啊 你就逐步逐步要朝北方前行 最先的时候是转厂 从四月份过后你过去的时候 温度要低点了 温度降到了过后 它那个蜜蜂就不产生那种潮的 也不产生那种温度起来 它就相对于它就不会抛了 梁亭高啊 给我们画出了他们的迁徙路线图 您看啊 这沐蜂人每年早春从云南出发 途经四川 甘肃 陕西 最后进入新疆 这条路线啊 是中国大地上众多的沐蜂路线中 南北跨度最大 迁徙路线最长的一条 当然面临的艰辛和危险也就更多 那么沐蜂人为什么要选择 这样一条漫长的迁徙路线呢 蜜蜂以花蜜为石 不同的开花植物 其留蜜期 留蜜量各有差异 能够为蜜蜂提供稳定而充足蜜圆的开花植物 统称为蜜圆植物 中国幅圆辽阔 各地的地理气候环境差异明显 这位沐蜂人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空间 对那些走南闯北的沐蜂人来说 哪些植物在什么季节将进入开花期 留蜜期 必须要了然于心 云南西双版纳地区 属低维度热带于林 四季植被繁茂 素有冻植物王国的美誉 初冬时节 这里的蚕豆花率先开始流蜜 吸引着沐蜂人到来 到了来年初 全国多地还天寒地冻 而罗平县的油菜花却已经静香开放 为刚刚结束冬季休眠期的蜂群繁衍后代 提供了充足的养分 当云南的油菜花花期进入尾声 沐蜂人便要启程 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四川盘地 对于养蜂人来说 春天并不是收获蜂蜜的最佳季 这时的蜂群正处于繁蜂 蜂蜂的旺季 壮大族群 是这个时期蜂群的首要任务 温暖湿润的四川盘地 花期正盛 流密充足 是沐蜂迁徙路线中的重要一战 梁亭高夫妇一个月前 已经在此安营扎寨 2021年春季 地理中国考察族来到四川省安岳县 希望记录沐蜂人梁亭高的游牧生活 由此探寻蜜蜂和植物生境之间的关系 以及沐蜂人的长途迁徙 对不同区域的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 考察族了解到四川养蜂历史悠久 两千多年前 巴蜀地区养蜂业就较为发达 据华阳国志记载 当地很早就已将蜂蜜作为特产 敬供朝廷 四川盆地气候温润 无双旗长达三百余天 蜜园植物资源丰富 是我国养蜂第一大省 每年上百万群本地和外来蜜蜂 在这片美不胜收的花香蜜海中 舞动着忙碌着 编织出动人的景致 安岳县位于四川盆地中部 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 冬暖春早 又有冬干春汗特点 使得安岳植物花期比较早 安岳县地貌以秋陵为主 地势平缓土层深厚 非常适合种植柠檬 种植面积多达五十万亩 四月间 白色的柠檬花 静香绽放于安岳田间香叶 形成天然花海 对于沐蜂人来说 让蜂群赶上这段柠檬花期非常重要 因为这个时期正是蜂群 补育幼蜂的阶段 五十多万亩的柠檬花花粉 为蜂群成长起到了保障作用 而蜜蜂也将为这片花海进行授粉 促进植物的生长 考察组到来的时候 柠檬花花期即将结束 木兰科植物五位子的花期正望 行进途中 考察组看到 蜂农们大都将蜂箱安置在 距离公路不远的地方 方便随时启程 马上马上把这个通车 看看做好了就做好了 在一处坡地上 队员们见到了木蜂人 梁亭高夫妇临时的家 大家走进蜂场 却发现蜜蜂们 要么浮在蜂箱的巢门口 要么在空中躁动地飞舞 极少飞到外界去采蜜 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阴雨绵绵的天气 让蜜蜂们外出受阻 外加上这一袋的花蜜 即将告庆 因此蜂巡出现烦躁的迹象 在哪里 赶紧给它拔掉呀 先拔掉 这好几个 这边耳朵上还有一个风刺 擦着 我带我来帮它处理一下 耳朵这里 后老巢全是 后老巢啊 就在说话间 一位没有穿戴防护服的队员 受到蜜蜂的袭击 皮肤顿时红肿起来 这边都肿起来了 整个这边都肿起来了 还有这边 梁亭高告诉队员 遮人的蜜蜂 是杂交选域的引进蜂种 这种蜜蜂采集酿蜜能力强 但性情急躁 一旦蜜蜜缺乏 或环境稍许变化 便会出现躁动 甚至大规模出逃 梁亭高告诉我们 再过一个多星期 安月县的盛化期就将结束 风群这些天出现的烦躁现象 说明这片区域已不适合逗留 继续转往下一个蜜圆地 六年前那次加油站跑风时间后 梁亭高买了一辆带气吊功能的卡车 最辛苦的养蜂来讲就是搬家 以前来的搬家我们都是一个个的包 就是一个一个的从地下包到车上去 然后下车的时候也是一个一个地方 一个手满手都举着是蜂子 那也不能丢 运输途中最怕的是跑风 蜜蜂是怕热的昆虫 路途中遇到堵车加油等情况 蜂箱内温度容易升高 为预防蜜蜂飞逃 梁亭高还自己动手 添置了新装置 第二天一大早 转地工作开始 队员们看到 梁亭高先打开风箱 拿出一张张巢皮 边剪茶边割开风口 而接下来 他竟将白色的蜂蜂 抖出来舍弃掉 高高你现在在吃蜂呢 你过来 我看看你蜂那么样 不见得好连中啊 有一点但是现在余晃为主 但是到了七八一分 那个蜂就连中了 你云南过来红尺你要注意到点 这里发现那个 这里 看 看你拿到 这就是个蜂 看 腿上 你那个还不是很连中 没得什么 蜂蜂是一种会伤害蜂群的寄生虫 必须早发现 早处理 因为转递过程 路途漫长 风满 如不清除干净 随着途中 蜜蜂的免疫力下降 它们有可能 给蜂群造成毁灭性打击 就是 我都能看到 蜂群的免疫力了 几天高一箱简查 清理并喷洒上药水 直到黄昏时分 吊庄风香终于开始了 蜂群的免疫力 我都能把蜂群的免疫力 开心 我都能把蜂群据 蜂群的免疫力 鸟群的免疫力 我都能把蜂群的免疫力 我都能把蜂群的免疫力 我们都能把蜂群的免疫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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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冬季最低气温居全江之最 阿尔泰山的山脚下分布着大片的草原和戈壁 日照强烈 降水稀少 考察组不禁疑惑 这样的环境能够孕育风群所需的大片花海吗 考察组来到阿勒泰北屯市 这里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肯的最北之地 也是中国大地沐风路线的最北端 梁亭高夫妇正在一望无际的葵花田旁整理风箱 茫茫戈壁上 万亩的葵花田生机勃勃 金色花海 映衬着碧蓝的天空 将景致渲染的浓墨重彩 眼前的情景让考察组不解 阿勒泰地区年平均降水量只有200毫米左右 如此干旱的地区 大片葵花田是如何存活的呢 跟着梁亭高 队员们走进田间 发现了葵花植株下藏着的秘密 原来 葵花田间布满了各种灌溉用的浇管 农场管理者将过滤后的水肥通过浇管上的低头 在低压作用下 向葵花主根区的土壤缓慢地滴水 使其保持最优寒水状况 先进的节水滴灌技术 既解决了新疆荒漠区域水资源匮乏问题 也克服了土壤贫瘠的不利因素 此时 考察组又产生了新的疑惑 如此干旱之地 即使节水灌溉也还是需要一定的水量 新疆气候干燥 降水量少 大量的水源来自哪里呢 考察组继续在北屯走访 通过携带的航拍摄影器材 观察到一个奇特的现象 从高空俯瞰 一个个大小不一的湖泊密集分布 当地人说 北屯市这样的水洼子有一百多个 因此有了百湖之城的名号 位于新疆北部的一座小城 怎么会有一百多个湖泊 这些湖泊是天然形成的 还是人工开凿的呢 通过走访专家 考察组终于找到了原因 灌溉万亩葵花田的水源是来自阿尔泰山的雪水 当山顶冰川融化之后呢 这个溶雪水流流至山脚下的盆地 渗入戈壁灰城前流 那流淌过程当中啊 遇到透水性较好的岩石呢 就会露出来 形成小湖泊 也就是当地人所说的水洼子 此外呢 北屯市境内有 俄尔齐斯河 乌伦谷河两大水系 发育大小河流五十八条之多 这使得北屯这个边疆小城 成为了新疆的风水区之一 因高山雪水灌溉 解决了万亩葵花田的用水难题 然而新的问题出现了 新疆地广人稀气候环境特殊 大面积农田中作物的寿粉难以解决 正是各地远道而来的沐蜂人 和他们带来的蜜蜂 解决了农场的燃眉之急 底力下题来自吐鲁番 有着六年养蜂经历 与那些远道而来的南方沐蜂人相比 底力下题每年 仅需要两次区内的转地养蜂就够了 每次见面 梁亭高会把自己多年来 了解到的养蜂经验 告诉底力下题 和中国大地其他地方的蜜蜜植物相比 新疆地域辽阔日照时间长 非常适合大面积经济作物栽培 十几年前 随着新疆全面引入农业地磨下的滴灌技术 现代化的节水灌溉 缓解了荒漠区域水资源匮乏的问题 2017年 新疆已经有数千万亩农田 使用了滴灌设备 在塔城和阿勒泰地区 借助这些滴灌设备 大片的葵花田 打瓜田 升级昂尔 大片 原来 在塔城上 准备 准备 那 我 认为 什么 我 我 是 我 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答谢梁亭高专程前来指导 狄丽夏提的父亲要亲自上手 用蜂蜜和美食宴请远道的客人 来自天南海北的朋友 因为暮风欢聚一堂 享受这难得的甜蜜时光 来 烤羊肉烤好了 来 请你们去烤 新旁老友欢聚一堂 再歌再舞 其乐融融 当太阳再次升起 暮风人将满载收获 带着风群离开新疆 返回云南 开始新一年的迁徙之旅 中国多样化的地理气候环境 造就了蜜园植物 在中国大地上从南到北 次地开放 暮风人群体的千禧之旅 贯穿了四季的花期 与辽阔的疆域 他们带着风群 一路采集酿蜜 在为世人送来美味的同时 那些勤劳的小蜜蜂 又成为植物 作物生长 不可或缺的环节 人 蜜蜂与农业 环境的关系 成就了我国生态建设 靓丽的风景线 好 感谢您收看 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